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请辞参选新北市长市副劳工局长,前劳委会主委谢申山之子谢正达今天也传出请辞将加入侯友宜的竞选团队帮忙打选战。 谢正达今天下午收访表示,他与侯友宜的渊源始自健康幼稚园火烧车事件,侯友宜的独子是罹难者之一,他则是受害者家属的委任律师之一。 两人结识多年,在市府共事期间,尤其是在巴仙城暴事件发生后,侯友宜带领团队成员协助家属善后的方式,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个可以带领团队的人,有执行力。 谢正达说,过去曾多次辅选父亲谢深山,包括竞选两届花莲县长,利美,还有台北县长,侯友宜可能因此认为他对选举嫌熟,在农历年前征询过他的意愿,请他帮忙负责选举协调联系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在选举中能帮上一点忙,又是就是,因此决定请私辅选,将于3月6日与侯友宜一起交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